大家好,我是石喻兰,一起来关心10月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凤林镇建英大桥纪念活动为44年前因公殉职的老师张健、邓玉英两位老师 而不过呢,因为旧桥老旧、狭窄 县政府争取了经费、兴建二代桥梁 并且保留了两跨距桥梁作为纪念廊斗 6号上午举行了启用典礼 将两名老师的精神持续的来延续下去 而遗嘱代表也都满心感谢 建英大桥守护凤林镇名已经超过40多年 因桥宽不足,桥墩毁损严重 新的二代大桥建在旧桥北端 踩双塔造型极背桥 桥长960公尺,桥宽9公尺 中间塔高23公尺 以双手合十的造型纪念两位名师 并保留旧桥两座桥墩以及部分桥面作为纪念廊斗 所以在我们县长在立委任内 向水利署集力的沟通方的特准 留下两节桥梁作为纪念难道 让新旧桥的纹理能够并存 这一点非常非常的感谢 今天这么要慎重的介绍我们花莲县政府建设处的团队 因为没有建设处的团队 我想花莲县有很多的建设 是没有办法都把它做好 在这两年 花莲县我们有几项的国家卓越建设奖 去年我们的建英大桥就是国家卓越建设奖 我们的青年住宅国家卓越建设奖 今年我们又获得国家卓越建设奖 县政府的资源有限 但是我们都希望 一块钱把它当十块钱来用 把它发挥到最好的 最好的 最好而且最佳的状况 所以我要谢谢无论是建设处农业处 每一次村里里长的建议 或者议员的建议 我们都实力在献堪 而且做了一个最好的协调过去 这座桥永远的守护 两岸的乡亲 永远的守护花莲 也永远守护来往于 这个全国来往于这块土地的人 镇长夏文龙表示 旧有的桥梁 桥墩严重受损 影响行车安全 在新的桥梁建设完成之后 也一并解决了山西里的排水问题 我们很感谢我们徐县长 极力地来争取这个新的桥 长度比旧的桥长一倍 所以这个是一个永续的工程 我想我们只只顺身一辈子 都能享受到 在这里也很感谢 我们建设处我们邓处长 以及李博雲科长 在新桥以及坚英路 这两个大工程里面 很认真地来监督施工 县长许正卫并表示 县政府建设处团队 为花莲的多项建设 拿下了许多中央建设奖项 而建议大桥的完成 也要感谢在这个过程当中 给予协助的人员 给这些有工的人员鼓励 为花莲的建设付出 才能够有更安全的居住品质 记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报道